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永 一股乾燥的東北國有風正在影響我們 一起看看外面最新的氣溫 今早的氣溫都是在22、23度左右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可以見到 在香港附近有一層雲層覆蓋住 但這層雲層不算很厚實 在東北國有風的影響之下 預料日間這層雲層會變薄和消散 我們的陽光都不錯 而另一方面在南海中部有一個巨型的螺旋狀雲團 它就是強烈熱帶風暴沙德爾 我們預料沙德爾今天會向西北回慢移動 稍後會向西橫過南海中部 而向海南島去到越南中部一帶 按照預示的預測路徑 今天大部分時間沙德爾和香港都會保持一段距離 對香港的威脅是不大 但隨著沙德爾逐漸靠近廣東沿岸 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移動路徑和本港的風力變化 考慮今天稍後是否需要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 一齊看看今日最新的天氣預測 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8度 風方面是吹和換至清淨的北風 離岸間中會吹強風 海面會有湧浪 而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氣壓風場預報 二到接近周活在我們南邊會有熱帶血船沙德爾 而在我們的北邊有一股國有風補充會抵達我們 在兩個影響之下 廣東沿岸的氣壓梯度都頗密 代表風勢都頗大 而隨著沙德爾慢慢向西 向魚橫過南海中部 而向海南島去到南中部一帶 我們便會逐漸受到東北國有風的影響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料未來一兩天是雲量增多 風勢頗大 海亦會有大浪和湧浪 而去到下周初天色會好轉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